講五大句型,我們先看到第一個的句型是主詞 然後加上動詞,這裡的動詞是集物動詞,然後再加上授詞 那什麼是集物動詞呢? 來,你把它寫在旁邊 集物動詞也就是說它需要一個授詞 那需要一個授詞之後才能使語意,就是句子的意思更完整 語意完整 那什麼意思呢? 我們看到下面這個舉例 I write a letter 我寫了一封信 I write a letter 那這裡 有沒有看到這裡的主詞在哪裡? 這裡的主詞是什麼? 主詞是劇中的主角 那動詞呢? 動詞就是主詞所做的動作 有沒有看到?動作 那什麼是動作?像like like也是喜歡,喜歡是一個動作 their呢?學習 學習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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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know 這樣知道,了解 知道,了解 那write是寫 寫 寫東西 寫信的寫 enjoy 叫享受 也可以叫喜歡 喜愛 那這些都是動詞的一種 所以這邊這個 有講過這叫一般動詞對不對? 一般動詞 那什麼是受詞?接受動作的對象 接受動作的對象 ok 那我們看到上面這個例子 I write a letter 這裡的主詞是I 動詞呢?write 受詞在哪裡? a letter 不是later而有 是a letter 為什麼?是一封信 所以這邊是受詞 所以呢 受詞是接受動作的對象 也就是 我寫了一封信 動作接收的對象 ok 那 來,你看喔 為什麼這邊的write 它是指的是極無動詞 因為 如果 沒有 沒有受詞的話 只有寫 只有 I write 我寫 請問 這個句子的意思 有沒有完整 沒有完整 所以這裡的write 是極無動詞 所以在這裡要碰到 碰到極無動詞 後面一定要加上受詞 這個時候 我寫什麼東西 我寫了一封信 一封信 是受詞 這個時候這個句子才會是完整的 這樣懂嗎? ok 所以我們舉例一下 下面有三個例子 你寫上去 第一個叫 我喜歡玫瑰花 我喜歡玫瑰花 所以英文 我喜歡玫瑰花 我喜歡玫瑰花 為什麼這裡要加上S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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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蛤? 對 你一定是喜歡很多朵玫瑰花 不會只有喜歡一朵 所以要加上S 所以你自己中文自己寫上去 叫 我喜歡玫瑰花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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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喝了 你看到了嗎? 所以呢 喝原本是 因為你看到了 所以這是 過去的時態 所以原本的drink 要改成drank 過去式的時態 the dog drank some 一些水 some water 很好 老師在這裡寫一下 drink 這是現在式 過去式呢 是drank ok 然後就是 那隻狗喝了一點 喝了一些水 喝了點水 喝了點水 或是喝了一些水都可以 來 第三個例句 Tony買了一隻手機 Tony Tony 英文這樣寫 Tony Tony Tony買了一隻手機 買 是buy Tony買了一隻 buy a cell phone 買了一隻手機 所以你有沒有看到 這是主詞 對不對 主詞 加上動詞 還有受詞在哪裡 a cell phone 所以你可以知道這些動作 這些動詞 這些動詞 都是什麼 都是集物動詞 因為他後面一定要加上一個受詞 他的聚意才會完整 這樣到這裡有沒有問題